那我們也知道我們也可以做活體的捐盛 對不對 那活體捐盛的話 只要一個聲張捐給另外一個人 那一個人接受到一個聲張 你就還好 所以那我們為什麼要兩個聲張 這其實也是一個蠻好玩的一個課題 那我們在臨床上常常會遇到的場景 大概就是類似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可能媽媽她在產前懷孕的時候 在做超然波的檢查 然後產前的高層次的超然波 可以告訴這個媽媽說 這個孕婦說你的胎兒子有一邊是正常 那另外一邊可能成為大小不一樣的 那種水泡狀的一個組織 那在這種狀況下來講的話 各位都可以理解 媽媽通常都會很擔心 那可能就會想說 那我這個小孩子要不要留住 或者是要繼續保留 還是說那就直接終止那個懷孕的過程 那常常婦產科醫師就會傳遷到我們這邊 那我們就得跟家屬做說明 所以這樣子留住的依依在哪裡 跟種子的依依在哪裡 大概我們就必須做這個說明 那這個就有點類似這樣的懷孕 比如說左邊這個懷孕就是一個 左邊這個懷孕基本上就是一個增長的一個結構 這是一個增長的 那右邊來講 各位可以看到它大大小小夜色的圓形的區域 那這個圓形基本上都是一個水泡的一個表現 你可以想像就是很多的氣泡 連結在一起這種狀況 那像這種的話 其實你一定看不出它真正的一個正常的一個 那如果它只是一邊的存在來講 通常另外一邊是好的 大致上來講都還是可以維持一個正常的一個 生命之所需啦 那另外一個場景來講的話呢 就是說 在小孩子他可能來的時候 媽媽會帶小朋友來的 主要是說 他因為小朋友跟肚子痛 然後去精神的診所去求醫 那當然可能會有肠胃炎之類的 那精神的醫師很熱心的就幫他做一下殘過 然後你奇怪他怎麼做一個腎臟 然後就轉過來 所以這個算是意外發現的 那在這種狀況下來講的話 我們就會也會幫他掃一下殘過 然後他一邊是OK的 可是另外一邊 比如說在皮脹的下面就沒看到腎臟 皮膚上這裡應該要組定的肯臟了 但是也沒有腎臟的存在 那這種有時候我們也要去排除說 他會不會腎臟不在正常的位置 而是在其他的位置 但是如果不是這樣才大 可能就真的就少一個腎臟 那這種的就是純粹少一個腎臟 那另外還有一些情景是在於說 比較大的小孩子 也是呢 小女生 那因為他長期就是翻牌皮膚的肚臟 來求醫啊 那大家也知道說 15歲青春期的女生 那應該要有這個年輕 那問起來大概他 好像初期幾次都沒有 以威慾的正常的出現 可是他的肚臟好像是有一個威慾性的 那後來就求醫來講的話 婦產科就化學到後來 才知道說他的引導是密碎的 發育不全的 那有些甚至會有些子宮上的異常 然後在這種生殖系統的異常 然後再往上去追蹤的話 有發現他正常發育是有缺損的 所以就有點類似剛剛那個格蘭一樣 那像這個是在台灣的一個日報裡面 一個新聞媒體裡面有看到類似是這個樣子 他就是雙子宮 然後合併左側的引導閉鎖 然後再往前看的話就看到說 他其實不但還有雙子宮 而且他含做子宮僅閉鎖 更是單選的幻子 所以這代表就是說 其實密尿系統的 在先天的發育裡面 其實跟聖制的系統 是有它的密切的一個連接性的 那回過頭來講是說 那他們竟然就一個聖誕來講的話 好 那這個代表的是什麼樣的臨床上的意義 那在這裡面可能還是跟各位 快的回顧一下我們身上的一個結構 大概這是一個卡通圖 大家都知道身上就是在胎脊椎的 左右兩肢跟對準性的 如果做一個卡通圖面圖的話 它就是有所謂的身體質跟腎水質的一個結構 然後這個是身上的動脈 這樣進去的 那簡單來講 其實身上你可以把它想像就是 很細微的一個管狀的結構物 那其中一種管狀的結構物就是血管 那另外一種管狀的結構物就是 所謂的接受尿液的一個管路 那在這種狀況下來講的話 其實血管進入生長 它就會分化吸引系的微血管 那我再稍微放大一下 事實上這些動脈精緒來講 它都分化了不同的細小的微血管 那最終它就是會形成一個非常特異化的微血管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左邊 這個特異化我喜歡 每一個就腎之為瞬石球 各位把這個腎之球想像就是個過濾網 那過濾出去的液體就是所謂的尿液 那另外我剛才講過了另外一個 接受尿液的管狀的結構物 它就是一個管路 這個就所謂的腎小管 那腎小管接受的就是尿液 那最終就慢慢的 那通常我們一個腎臟大概會有80萬的 到100萬的 這個我們稱之為腎石球 或者是稱之為腎圓 它是腎臟的最小部分的單位 我們每一個腎臟大概有80到100萬的 腎石球或者是腎圓 那也就是說它過濾出去的尿液 經過這個管狀組織 然後慢慢的已經會集到我們所謂的腎圓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這些管狀的一個結構 我們來講的話 過濾出去的液體 事實上這個它還會經過所謂的管狀 進行所謂的再吸收 然後再分泌 然後最後才會有所謂的彈泄 形成尿液抬出去的一個液體站 那這個再吸收跟再分泌 其實目的就需要把我們身體 不小心過濾出去的營養的物質 進行有第一種吃緣回收的動作 那或者是吃的再排出去的一些電解 沒有必要的物質的話 再從我們的管狀再排出去 所以我們的腎臟本身的功能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複雜 但整體來講 各位可以理解就在說 每個腎臟大概有80到100萬的 腎圓或腎石球 那我們腎石球過濾力來講 就是一般我們講的腎溝的基本單位 大概應該可以每一分鐘 1.73D軟運氣可以過濾出去 90毫升的一個尿液 但是正常人來講的話 就是從這邊過濾出去 會有90CC以上的液體 可是我們這邊所累積出來的尿液 其實每一個聖經成年人的話 今天來講大概是800CC到2000CC的一個尿液 那只要至少到500CC上就OK了 所以各位可以理解到 這些過濾出去的量這麼大 你如果乘以一天1440分鐘來講的話 那你可以想想到 其實絕大部分的水分 都在這個身上網可以回收的 那這個排出去的尿液的成分 其實水分還是占了一個蠻大的寓液 大概95分左右 然後其他都是一些寒淡的肥物的寓液連內 事實上我們尿液就是整個去仔細研究 它大概有3000多種的化露物 目前已經超過我們可以理解的一個程度 那事實上它也會受很多人群的影響 譬如說你吃了火龍果尿液就變得 比較類似鮮鳥的顏色一樣了 那喜歡喝咖啡的人 那尿液有點重的比較 有一點比較重的味道 所以這個其實是腎臟還蠻重要的一個生理功能 所以我們想想看少了一個腎臟 反正是少了80萬到100萬的聖石窮 對不對 那相對來講就是另外的80萬到100萬的聖石窮 要等 要去負擔雙倍的一個工作量 所以這個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這個就是一個很值得探訪的一個地方 比如說假設我們先天的聖石窮出面減少的話 那你可以想像 但是我們說它是玻璃網嗎 那這個玻璃網的面積等於是減少了 所以相對上來講的話 很殘存的每一個聖石窮的玻璃量都會增加 那這種對它來講的壓力也會增加 那事實上也會促進腎臟對水分 還有對鈉離子的增加 所以它會造成一個二性循環 一個是動脈血壓的上升 那事實上也是造成腎臟的負荷增加 那這樣終究結合來講的話 就會容易造成所謂的聖石窮的壓力也會上升 所以一個是腎臟造成的血壓增加 跟動脈粉質的血壓增加 那這個對腎臟粉質會容易造成一個硬化 可以想像一個水管裡面的水壓如果增加的話 對這個塑膠水管來講 譬如說那麼大的壓力實上是容易碎掉的 那在這種狀況下來講 從長久來講的話 就可能會有聖石窮硬化 蛋白料 跟高血壓的一個問題 這個是人們其實慢慢逐漸指導的一個問題 所以以流行性長期的觀察來講的話 大概就是我剛才講的這幾個重點 那這幾個重點都是顯而易見的 一個腎臟功能的一個資料 那我們再把這個所謂的單一性的功能症 如果以剛剛在介紹的訓練 就有一種是屬於整個腎臟的發音都是沒有的 這個我們稱之為腎臟的缺損 那也有所謂的就是類似水泡狀的 也像葡萄球狀的一樣 那我們稱之為多腎的發育不全 那他們其實各自在發育的過程裡面 都有可能會伴隨著其他的力量型的立場 那個譬如說先天性腎臟缺損 大概有三成到四成會有 那如果是多腎腎的發育不全的話 大概近一半大概會有這樣的一個變化 那再簡單介紹一下 先稱天性腎缺損的一個概念 再來以一般的發生率來講 大概差不多說1300的國產數 大概會有五個 OK 所以如果以台灣2300萬人來講的話 應該大概有差不多兩萬人 類似是這個樣子 但是之前我們曾經試著去從健保資料部去分析 大概在健保資料部登記有案的 大概只有一千多人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其實有很多人是被捕獵掉的 沒有被登入的 那這些來講的話 男生容易發生蘇青管的缺損 那女生的話呢 就像剛剛前面那個症案一樣 容易有暈到生殖系統的缺損 或者是發生死功的發育傷的離場 那除了這個以外 如果有其他的離場也是有可能 發案可能在疾病 或者是心臟血管跟胃腸 或者是腦部跟肺部 當然你的離場越多 對他的離場相對講是越嚴重的 那這個對腦三層就是 他這邊的右邊的三層的時候 我給大家做覺得是缺損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是多腦腎的發育離場的話呢 這個就是那個 這個真正的實體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這就是大力經過所看到的 差一波就是類似看到的 那如果嚴重的話 如果是雙側的話 大概就會類似這個樣子 那這個一般大概就是沒有功能 那這個算是一個在一二時期 如果以腹部腫瘤的原因來講 算是最常見的 那如果是以腎臟的囊狀結構組織的疾病來講 也算是一二時期是最常見的 那通常如果他是雙側 大概都是胎群腐腫的 或者是剛剛出生的 可能幾點內大概就會過失 那如果是單 只有一邊腎臟有的話 原則上他有可能 基本上就一輩子都是可以出貨 也沒有問題 那之所以他的發生率來講的話 如果是純粹單腎的話 大概是四千三百分之一個活產數 所以他的發生率大概是 剛剛先天腎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大概是這樣 所以在台灣來講大概是不到一萬兩 但是如果單腎加雙層合在一起的話 大概就是三千四百 三千六百的活產數裡面會有五位 那產協會看得到的大概雙層裡面 大概有五分之一這樣 大概可以知道這樣 不過這個腎臟如果是用這種 類似多腦的形狀來表現的話 需要不需要去處理他 以前的在早期醫療不太清楚 他的過程大概都會手術拿掉 但是目前慢慢已經比較清楚了 其實這種的多腦腎 原則上他自己會消失掉的 他會自己萎縮掉的 大概有一稅裡面 大概有接近20%是可以自己萎縮掉的 然後大概三稅有30% 然後五稅有半的人會萎縮掉的 所以目前這種所謂的腺電腦狀的腎缺水 大致上我們都不會去動他 只要他沒有高虛壓 沒有緩顧性的疫苗道感染 或者是沒有所謂的腎腫瘤的發育的話 原則上都是官場就能跟他自己消失就可以了 那他也有可能會伴隨其他的器官一樣 不過相對上是會比較爽一些些 我們有興趣於了解這種疾病在國人的一個 長期追蹤的狀況會怎麼樣 所以我們大概跟幾個醫學中心合作 大概在這個報告上面所呈現 總共有請教幫我們自己 那我們就去累積各個醫學中心裡面 又符合這兩類疾病的 又納入一個長期性的追蹤 我們想了解說他在台灣 他長期追蹤的話跟他生長功能的 癒後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收集的時間也大概是從1991到2012 包含著這兩類疾病 那我們納入了一些性別還有發現的年齡 還有他有沒有核心的疾病 家族還有他剛出生的一個病死 還有我們有搬選一些結構 然後他一開始是怎麼發現的 他屬於他萬性生長疾病的氛氣 然後在每天追蹤他的腎臟功能 他做那個長期性的追蹤 那在這種狀況下來講的話呢 大概符合大概有227位了 那扣掉後天的 有些是因為手術拿掉腎臟 所以符合先天的大概是2005位 但是如果有足夠的資料 最後中大概只有153位了 那這裡面來講的話 那大概有5成5、5成6位 是屬於先天性的聖缺孫 那大概差不多4強3的話 是波納根的8億 所以看起來先天性聖缺孫是略多一點 這個跟國外的內討 資料大概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最終的平均大概都4年左右 大致上來講的話 這兩個不同的疾病彼此有沒有合併 系統性的疾病兩組 這樣的國家沒有太大的差異 但是如果各位如果看 其實大家都是掃樣 都是掃樣的 外遂的先天性的心臟病 或者是早產 大概是怎樣 或者是有一些人是很異常 但是這兩組的話 彼此之間並沒有太極限的差異 那他們是怎麼被發現的呢 大概在歐朗算法 大部分都是掃樣過 評估的時候就看到了 所以掃樣對這個診斷 應該也有很大的幫忙 那對於先天性少一個生臟的話 如果掃樣比較不容易 會忽略掉 所以常常是因為異常的症狀 而被發現的 那這個異常的發現 有時候也是因為其他疾病 去做掃樣過才看到的 所以這兩類的疾病 被接到醫學中心來 才會願意顯示 會面對他這樣 那如果伴隨其他的結構 泌尿系統結構上的異常的話 他是以先天性生缺數的 他大概有三層左右 容易伴隨的先天性結構異常 這個相對於國外來講的話 也差不多 國外大概三層到四層之間 那我們多兩圈的話 他大概是十二分層左右 所以這很清楚是 先天性生缺數的人 伴隨結構性異常是比較多 那這裡面來講 還是以逆流是居多 所以各位可以看出來 逆流在這個 腎缺數大概就有時 一定會有這個現象 那臨床上的表現 以身臟的臨床上的表現來講的話 通常腎其實是因為 他比較容易被早期發現 所以他常常是沒有任何症狀 就可以被看到了 那先天性腎缺數的話 通常就是會因為球衣而被注意到 那常常可能是一瓶血 或者就是腎壁面的表現 大概有占了三層 那這邊腎壁面的表現 其實主要就是以血尿 蛋白尿跟泌尿道開來 是最常見的一個原因 所以這個都是呈現有懸出的差別 但是在兒科的最終年齡層裡面 高血壓 高血脂 或者代謝血疾病 實際上在這兩群裡面 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如果彼此這兩群裡面 前腎功能的差異怎麼樣 看起來也是一樣 就是說 好像先天性腎缺醇的 他的腎功能 基幹酸來當素質的話 其實他是有稍微比 波浪症的發育物腺真的 還會高一些些 那描述那一點 也就是說 先天性腎缺醇在被發現的時候 他的腎功能的話 似乎是比這個波浪症來講的話 是來得比較容易有變到的一個機率 但是蛋白質的表現是沒有差別 那如果以慢性腎病變得分型 因為各位代理稍微知道說 其實目前的慢性腎病病 可以分為一二三四五五五 那事實上以這種第一情來講的話 這一類的病人 因為他本身就是結構性的病人 結構性的病人 本身就一定是屬於一些慢性腎病病 也就是說這一類的患者 他們剛出生的時候就注定 複合我們的所謂的慢性腎病病的一個定義 但是其實他們應該都是屬於第一期 只是說有些人比較晚 就會稍微變得比較 比較嚴重的一個成績 大概會這樣 但這兩個 這兩群病人倒沒有特別的差別 那除此以外來講的話 我們追蹤了一段時間 那這個 下面這個基本上就是時間 就是從出生後算的年齡 我們大概會超 雖然阿娜都是小18歲 但是可能最終會超過 十幾年裡會超過18歲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Y種是所謂的保持在生病第一期 我剛才講過 他們出生就已經是第一期了 除了他病第二期 可能他生病也是有點下降 所以如果以這個來看待的話 我們大概可以看得到說 平均年齡大概差不多在15歲左右 平均年齡大概在15歲左右的時候 大概已經有一半的患者 他應該他的慢性神秘面的分歧 就已經從等級 從一期會進入到第二期 所以這個來講 其實就是意味著 其實他們有一部的患者 事實上在追蹤過程 在兒科階段就已經 聖功能自己已經有呈現的畫面表現了 所以這個定型我們其實上次非常重要 那哪些是屬於聖功能惡化的相關的因素 看起來是發生發現的年齡 發現的年齡基本上越早 越早發現的時候 他的風險比一次會越低的 他風險比一次越低的 那本身的動病病 也就是他沒有伴隨其他的疾病 如果這一類的患者本身又是早殘的話 尤其是在仙天天聖缺水的環節 若本身是早殘的話 事實上他也是屬於聖功能惡化的一個因素 那事實上就是191的時候 聖功能惡本來就已經比較弱了 事實上他的雨後相對上也是比較不好 所以大致上我們可以看 大概就是早期發現雨火 他又有沒有早殘的存在雨火 還有發現的時候聖功能的好的不好 事實上已經決定他未來的狀況了 所以簡單 我最後一個簡單的結論就是在於說 在台灣 先天性腎缺水的孤蘭 是比多囊症發育入群是多一些些 那多囊症發育大概在產品 才不會容易被發現 那先天性的腎缺水大概都是 因為平床上的不正常的表現 那先天性的腎缺水會有比較高比例 會有貧血或者是 運用系統結構非常包含其他的 平床腎上提供的一些表現 所謂的量蛋白血量的 那長期癒後來講兩個 並沒有看過一些很差異 但是年齡早產兒跟基礎店 教育的全市求過濾力 是我們發現他的 身長級別惡化的一個危險因子 通常大概15年以後 對一般的患者會進入比較 進展期的一個慢性生病變的一個階段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的臨床上的建議是在說 這些異常很在出生後 通常不至於會有很明顯的病變 但是也就因為這樣 所以容易被忽略掉 所以如果往而到後來 隱床症狀才可以看到的話 通常都是有點比較晚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 這類的先天性單一聖功的一個患者 或者是患痛 如果早期被注意到這個現象的話 還是建議他能夠重新的追蹤 那這種追蹤的狀況下 當然目的是希望能夠延緩他的一個 生病的一個進展 都讓他有比較一個高的一個生活的品質 然後對在工作跟學業方面的一個干擾 相對上會比較上 對未來社會國家的一個 有夠付出的貢獻 相對上比較認真 他可以接近或者是一樣 這個是我簡單的一個 在今天可以各位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不曉得各位 各位